歡迎大家來到跳繩全攻略的時間 我是Miss Chen 今天要學的花式是跨下儀式 在練習跨下儀式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雙手要保持平衡 第二個重點是兩隻手都要伸出膝蓋外面 第三個重點是頂部要指向左邊和右邊 第四個重點是雙反手腳 即是拿起右腳的話就左手放在腳下 我們有幾個步驟給大家練習跨下儀式 第一個練習是不需要用繩的 我們就這樣練習跨儀這個動作 首先我們要放右手在面的卡叉手 然後拿起右腳 再將左手放在右腳的膝蓋後面 重複這個動作十次 接著我們會先做一個繩繩練習 首先左手拿上兩個柄 然後繩兩下 1、2 接著我們在抵起右腳的同時 將左腳放在右腳膝蓋下面 再側放到左邊解開 整個過程裏面 調繩盡量要避免打到自己 我們重複這個動作十次 第三個練習 我們就首先做個預備動作 繩擺後面 起繩之後 擺好跨儀的動作 然後踩繩 都是重複這個練習十次 來到第四個練習 都是重複剛才的練習 不過今次就不踩繩 在擺跨儀的動作 同時跳過繩 然後繩要再次踩到前面 我們都是重複這個練習十次 最後一個練習 都是跟剛才的練習很相似 不過今次在跳過跨儀之後 當繩再次拋向前的時候 我們要打開雙手 然後跳過前繩 都是要練習十次的 在練習跨儀的時候 我們會有幾個常見的錯誤 第一 就是我們太早放下自己的腳 而第二個常見錯誤 就是我們搭錯手 導致之後打開不到繩 第三個錯誤 就是我們的交叉手太小 令到繩不夠空間 拋過自己個人 跟著以上的練習 是不是覺得很簡單呢? 如果你想挑戰自己 就可以試試做另一邊的跨儀 那今集的跳繩全攻略 又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